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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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主持傳我們繼續介紹 阿迪雅尊者 與總東巴尊者的本身故事 他聽到那個微信的聲音 那些聲音 听一诚哥哥 会叫一诚哥哥的 只有他弟弟而已 他听到那声音 他非常的感动 他就很大声地喊 不空啊 不空啊 你在哪里 不空啊 你在哪里 很大声地喊 那又顺着那个声音 就走走走 那么终于兄弟两个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那四哥 将近快两年 又见面 那么其实那时候 那个一诚王子呢 大概已经二十一岁 二十二岁左右了 那他弟弟呢 差他七岁嘛 差他七岁 大概十四岁和十五岁左右 那么两个又见面了 非常非常高兴 之后呢说 你怎么在这里呢 他就描述 让他离开之后呢 有两个佛罗门 来帮他 所以呢 他就活到现在 讲了这段 他说这样太好了 我们两个又相聚了 你就跟我回皇宫吧 我现在已经继承了 这个宝凯王的位置 这样子 那么就很高兴 就把他引寻 回这个皇宫 回到皇宫之后 帮他沐浴灌洗 因为他现在 生活在身体里面呢 几乎快跟野兽的生活没差了啦 把他灌洗啊 剪头发啊 换新衣服等等的 那么在皇宫呢 他们兄弟重逢呢 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么一样呢 他还是教他很多的法 并且呢 还去这个 拜见呢 他的上师 这个三会比丘 还有一天老国王 就是 应该算什么 他的岳父嘛 叫我这个 善勇比丘 当时呢 这个 吉修大臣啊 他更不是智慧 好像呢 越来越危险的感觉 他就啊 找机会呢 带了几个亲信啊 就逃到了边界去 他边界去 那边界呢 有一些 那是那种 土匪啊 等等那些人 他就纠集了他们 又加上原来的这些 亲信呢 在那边呢 形成了一股势力 那之后呢 势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变成一个反叛的势力 那就是在边界啊 造反 而且新兵啊 那么打算呢 要这个去 攻打这个 一臣王子 他 可能是用 正义之士的名义啊 说呢 这个乞丐啊 骗了国王啊 等等等等等等 我是以前老国王啊 最深信的这个大臣 等等 那我要 这个 恢复啊 以前啊 这个我们国家的 这种政治啊 那么领了一群人 那之后呢 打算了去攻打 这个一臣王子 那么浩荡荡的 这个部队啊 就慢慢慢慢就 避进了这个 皇宫 那时候呢 一臣王子呢 就任命啊 这个不空王子啊 当将军啊 那么去 跟叛军呢 两个对峙 也是 集修大臣 之所以能大臣啊 以前的大臣都是 这些都是避雪的哦 骑马打仗啊 还有 观察天象 等等这些啊 一个大臣都要学会的 那么集修大臣呢 这个 带领了这个部队 不空王子呢 带领了国家部队啊 两军啊 对峙 对峙 那集修大臣呢 就 就放话啦 放话意思是说呢 你们这些 骗人的家伙啊 那么你们啊 赶快投降 那么由我来啊 这个统治国家 恢复以前的这个 政治这样的 好 反正宣讲了 一遍之后呢 他就啊 拿出他的弓箭 就射向啊 这个不空王子 因为他是领军的嘛 领军的 这个不空王子呢 大家旁边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个集修大臣的 这个箭术很厉害 那么这个箭啊 咻咻咻 一支一支射过来的时候呢 不空王子啊 就抓那个箭 很简单 咻咻咻咻 这样抓下来啊 就放在旁边这样子了 反正那个 佛菩萨的 总是会压倒性的胜利 好 就抓下来 哇 大家看傻眼了 他怎么有这招 不知道 这时候呢 他拿出了一个套索 套索 这是呢 所谓的 出力心啊 大背心 就换线的这个套索 还有这个 无我空性的 当作钩 让你尝尝啊 什么叫 这个大背心的武器 这样子 后来就那个套索 就抛向了 抛向那个集修 不止这样子啊 还建设出去 他建设出去 把每一个 他的那个部队的 那些兵的 头盔啊 都收到头盔 趁着钓在旁边就对了 那再往下一点呢 这个就会致命 那菩萨不会这样子的 之后就套索啊 直接套上那个集修大臣 他到集修大臣之后呢 这个不空王子啊 就在马上一要啊 这个 这是他的宝刀出窍 像这个猛鹰啊 擎雀鸟一样 就马上架在他脖子上面啊 把他从马上拉下来 这样子 两下就结束了啦 两下就结束了 好 才第一回合而已啊 就结束了 结束 之后呢 就抓 当然 旁边那些人啊 看到他的建设这么厉害 而且他在抓那个集修大臣的时候啊 那个伸手绞结啊 哇 那个 全部人啊都溃散而逃 他就把集修大臣呢 就拉回皇宫啊 那个审判啊 交给了这个 一城王子 那他那时候 整个脸啊 哇 非常的羞愧 根本不敢看那个一城王 不过一城王呢 看着他说啊 我知道 你只是被蒙蔽而已 你不用害怕 你不用害怕 你还记得 我登记的时候 你跟我讲那句话吗 我相信那是真的 所以呢 我 不会伤害你 你继续当 以前的大臣 这样子 他好像 很惊讶 他有没有听错啊 国王不但没有处置他 而且还恢复他 原来大臣的位置 这样子 那么 他 一个 很复杂啦 一个是 感恩 一个也就是说 这是不是一种计谋 这样子 人心快的时候啊 别人对他好 他也不会想到是好的 那么 当然 国家 这个叛军啊 被调伏之后啊 整个国家呢 就更稳定嘛 更稳定 这个时候呢 一城王子呢 就跟他的弟弟 布宽王子 还有公主啊 现在的皇后啊 商量 说我们出来这么久了 你看当初 我跟弟弟分离的 这两年时间啊 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那 我们的父母 就是 就是 利天王啊 跟莲花女呢 他们 会不会哭得更严重 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 去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还在 回去呢 城市 供养他们呢 他们觉得 对啊 应该应该的 所以 他们就 好好当当的 有这个 我们叫 马军啊 车军啊 带了很多这些 宝物啊 床帆啊 好好当当的 那么就出发 那在 离这个同州国呢 大概一有旬的时候呢 你知道吗 那个边际的人啊 哇 非常的紧张这样子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 阵容这么强大的 这个军队啊 过来 那就有人赶快通报国王啊 通报利天王说 哎呀 这个 这个 这个宝凯王啊 可能啊 要来侵占我们国家 这样子 哇 那个利天王 很害怕 以前这两个国家是 世纪立体的这样子 但是呢 利天王呢 现在自己 儿子也都不见了 他自己年纪也老了 他就很担心了 没有办法 抵抗这个 宝凯王的军队这样子 内心非常害怕 赶快召集大臣呢 商量到底 怎么办怎么办 那么故事呢 我们先说到这里 那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下次继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次来自身上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